柳鸣双手连连挥动 金色锁链围着巨鹰缠了一圈又一圈 顷刻之间将银色巨鹰裹成了一个金颜两色的粽子 并往下脱去 八面女子见此情形 面色顿时一沉 两手发觉同时一变 一生七粒长丝 金色锁链包裹突然散发出一股惊人气息 接着一股耀眼的荧光冲天而起 锁链竟寸寸锻裂而开 露出一只张牙乌爪的三手银狼 此狼的身上布满了红蓝绿三种不同颜色的灵纹 身躯看起来异常巨大 左右三丈多长 几双妖母也现出了红蓝绿三种不同的颜色 看起来万分诡异 此巨狼放一挣脱而出 中间头颅就猛的一摆 一道碗口粗的绿色光柱击射而出 直奔柳铭而来 柳铭剑此双手各打出一道法掘 四项虚影在一线身后 顿时又划为一层金色光柱挡在了身前 红的一声 绿色光柱击在了金色光柱上 竟立刻的发出滋滋的腐蚀声 光柱的表面的金光一阵颤抖后 竟然稀薄了许多 八面女子剑此精神一阵 毫不犹豫的又是一道法掘打出 三手银狼的另外两个头颅也是大口一张 各自喷出一道红色光柱和一道蓝色光柱 三道一芒汇聚在一处 凝成了一道亮如白照的刺目光柱 静止的轰在了金色光柱之上 轰的一声 金色光柱一阵颤抖下 表面红色火焰蓝色冰寒胶织闪烁下 只坚持了几个呼吸的功夫 便一声翠响的碎裂而开 三手银狼后腿一蹬地 身形骤然化作一道银光 直扑公母后的柳明 柳明的脸上却没有露出丝毫惊骇这色 却呼呼的拍出两掌 两股无形距离当即隔空而出 逼得三手银狼扑面而来的身形 为之一顿 静一时间无法落下 这时两屯黑气从他腰间皮带一卷而出 一凝后便化为了骨蝎和飞颅 去 柳明屈指一点空中 骨蝎当机一闪地击舍而出 并晃动后就举起一对巨傲的 撞在了三手银狼的身上 将其撞得一个亮抢 另一侧的飞颅则在一阵怪笑声中 也趁机闪电般地 击近到了银狼的身边 头颅一甩 满头绿发便破空而出 交织成了一张滤网 将银狼一下子紧紧缠住 咦 此子竟然还有这等宁业后期的灵宠 看起来灵性还都不低 倒也是一个造化不浅之人 平台之上 玄机院的美貌妇人见此 秀眉不由得微微一重 将重见此 眼中也闪不一丝惊讶之色 其他关注此战的真丹镜强者 也一阵神色割异 八面女子则脸色一变 连连催动发觉 三手银狼身上银芒突然亮了起来 体型猛然的一仗后 就体图从绿发中 挣脱而出 但下一刻 飞鲁当即咯咯一笑 一个摇晃 化作了九道身影 无数的绿发 击射而出 瞬间将银狼裹成了粽子 而骨蝎则交手尾钩一斗 也化作了数十根黑线的洞窜而出 打在三只银狼的身上 竟发出枪枪的声音 此攻击 虽然不能给此异兽造成多少伤害 也使得其低吼不已 无法全力挣脱而出 八面女子见此 面上同样露出吃惊之色 但未等她放一番手 取出一把白色木齿灵器 对面柳明却突然提表黑漆一卷 竟在四头傀儡中模糊地冲出 接着忽隐忽现的几个闪动后 旧鬼魅班德出现在了八面女子身前 袖子一抖 伴随而至的 则是洛金沙所画的漫天金芒 赵婉音神色一变 手腕连连点出 顿时十几道寒芒一卷而出 同时身体飞快地向后抱腿 柳明眼中闪过一丝冷笑 单手指示虚空一抓 漫天金芒一脸之下 就化作为一只金色大手 左右树杖大小 猛然地往前一拍而出 端齿发出十几道寒芒 击打在金色大手之上 只见起了点点金光 随之 巨长五指一分 就将八面女子上下左右 腾挪的空间全部封死 并且只是一个模糊后 就追上了到势而退的对手 彭底一声 赵安音纵然拼命低挡 但仍被金色大手 将其手中的灵气一击而飞 并顺势将其拍出了擂台外 飘红远 柳明获胜 空中的化精直势 当即宣布道 承让 柳明朝台下 由自满脸不甘的八面女子光了拱手 便单手一挥地 收起了四项傀儡和落金纱 飞卢和骨蝎 此刻也放开了三手银狼 化作两道黑光 敬畏到了养魂袋中 连赵安音 也不是此子的对手 柳明赢下这一场 自然又引来了 众弟子的一番议论 和御台上真单静强者的注目 不过相比前几次 这次的吃惊的人 倒是没有太多了 能够如此娴熟的操纵四项傀儡 这柳明的精神力之强 也已经不弱于 寻常化精出气的修饰了吧 那名红衣少妇的脸上 露出了褪蜀之色 不过一想到柳明的三灵脉体质 终于还是摇头叹息起来 如果柳明的资质稍高一点 哪怕只是普通的六灵脉 此女也会毫不犹豫地 将其收入门下 但是三灵脉进阶化精起 在太清门历史上 也不是没有 但无不是一些 家财雄厚的大家族 通过无数天才地宝 堆积的结果 并且也就看看纸布 化精出其终身不前了 以柳明现在的情况 此希望也逐时太渺茫了些 下来擂台 柳明当即自顾自得盘袭而坐 取出一颗金元丸服下 开始恢复法力 根本无暇去宽看其他擂台的比试了 大半个时辰过去后 第九轮的比试终于开始了 柳明本轮的对手 毫无疑问的便是惊天赐 两人都是至今为止的全胜之人 这最后一场的胜负 便决定了大笔的第一名 将花落水甲 顾尔虽然是五场比赛同时进行 但除了其他几名弟子的一些 同院师兄弟 还游自留在其他四座擂台旁边 云以风大半的目光 此刻都注视了过来 柳兄之前 接连激战两场 如今法力并没有完全恢复吧 在下若是此刻和柳兄动手 就显得太不公平了 金天赐一走上了一台 上下看了看柳明一眼后 却没有立刻动手 而是呵呵一笑的 如此说道 柳明心中一领 金天赐虽然仍旧一副笑嘻嘻的模样 但目光却给其一种 仿佛能够穿通人内心深处的诡异感觉 这让柳明对金天赐的忌惮 一下子又提升到了不少 但面上却是不知可否的微微一笑 并没有开口接下对方的话语 柳师弟能够驱动多件灵气 并还擅长操纵傀儡 精神力肯定远胜于同机的修饰 不如你我来一场精神力强弱 和操控之力的切磋如何 金某申请在这擂台上 开启斗灵之笔 师弟不会反对吧 今天自见柳明不说话 打了个哈欠后 又这么的说道 柳明为言 面上丝毫意色微露 但心中一动 先前两场激战 的确消耗了他大半的法力 之后虽然服下了金元丸 进行过一番调息 但体内的法力 仍然远远无法和全胜时期相比 而眼前之人 此前的每一场战斗 都是清明淡写的两三招式 并可以取胜 功法之诡异 可以说是闻所未闻 他也并没有完全取胜的把握 而彼是精神力的话 不管对方是否也是精神力强大之辈 或者精通精神秘书 但以其自身堪比化精气的精神力 外有有化石虫在手 应该绝无失败之理的 至于今天自所说的斗灵 柳明也是略知一二的 只是一种借助某种特殊灵器 更为直观的必是精神的比斗方式罢了 此种比斗方式在低阶修士间出现不多 更多的在化精以上的修士间流传较广 毕竟化精以上 甚至真丹镜修士之间的比斗 举手投足之间动静便是极大 而且修为相近之人 也更是往往一战都可以打上数日 甚至一个无法留守 还可能一方重伤的 远不如比斗灵方式来得快捷和安稳 于是柳明在一杆重脸的注视下 只是沉默了一小会儿 就终于点头开口说道 既然金雄有这个兴趣 那在下自然奉陪 好 刘兄弟果然是个爽快人 这位长老 那就麻烦您取一套五行硅盘过来吧 今天次文言黑黑一声 转手朝着擂台旁的一名黄衣老者说道 柳明文言目光一闪 这位黄衣老者面容焦黄 看起来有些丑陋 但和以前作为裁判的画精气质是不同 他竟然丝毫感觉不到自然身上的气息 黄衣老者文言丑陋的脸庞上 竟露出了一丝笑容来 并不慌不忙地说道 既然是你们二人自愿斗灵 那老夫自然也没有意见 花银刚落 黄袍老者袖袍一斗 竟从中飞出了五个大小一般无二的圆盘 这五个圆盘分别呈现 青 红 黄 白 黑 五种颜色 分别代表了金 木 水 火 土 五行之力 五个圆盘搜的一声 飞到六名二人中间 呈现一字排开 静静悬浮着 为等二人有所动作 黄衣老者在单手一个翻转地 取出一面五色小旗 并一炮而起 没入了擂台的中央处 下一刻 小旗消失之处 一道一芒冲天而起 并往两侧一个延伸 赫然幻化作一道黄蒙蒙的光幕 此光幕中 竟是一片看似 巨大无比的荒凉之地景象 并且竟诡异地向四周扩散而去 给周围围观之人 一种没有边际的诡异感觉 空间法阵 柳鸣见此心中一领 脸上首次露出了一丝凝重之色 金天赤则微微一笑 单手一招 将那枚金色圆盘念于手中 而后便自顾自地 在光幕的一边盘坐了下来 柳鸣略意思量过后 便挑选了代表火属性的赤红圆盘 同样盘膝坐在了光幕的另一侧 眼见二人 悬好了圆盘 并闭上了双目 黄鸣老者当即袖袍一扬 将剩余的三枚圆盘 以兽而起 并一声宣布开始后 便垂手而立 不再言语了 斗鸣 鄙视精神力 擂台之下的弟子们 本以为能够见到一场 精彩绝伦的战斗 没有想到 却是这么一个结果 当即有不少人 露出了失望之色 不过 也同样有不少人 对自欣喜的彼头方式 露出了有兴趣的神色 擂台之上 柳鸣一点眉心 当即催动 神师海中的精神力 狂涌而出 并贯注进入到了 手中的赤红圆盘当中 顿时 一道赤色光柱 从赤色圆盘表面 冲天而起 直接没入了擂台上空的光幕当中 两者连接在了一起 荒凉古墨之中 顿时一阵红光闪动后 赫然出现了一个通体赤红色的巨大光人 远远看去 仿佛有十余战高般的样子 与此同时 擂台另一侧 同样也出现了一股金色光柱 正是来自今天次手中的金色圆盘 同样一闪之下 光幕的另一侧 也现出了一个与赤红色光人 颇为相似的金色巨人 两个巨人对视而立 双目闪动着 让人望而生畏的精芒 赤红的光人 发出一声吼叫 大步扑向了金色光人 巨大红色拳头 被一层精芒包裹 忽然挥向了 金色光人的头颅 金色光人一个矮身躲了过去 同样一拳 击向了红色光人的脖颈 红色光人不闪不闭 翻手一拳直接招架而去 随之两个庞然大物顿时 撕打在了一起 拳来搅网 斗得异常激烈 突然间 红色巨人一个不慎 半边肩膀被一招金掌横劈之下 咔嚓一声 被切了下来 顿时 红色巨人一声嘶吼下 躯体摇肾一变 竟变成了一条红色巨蟒 一个缠绕间 便紧紧地缠住了金色巨人 巨大的獠牙毫不客气地 咬住了金色巨人的咽喉 金蟒一闪 金色巨人也化为了一只金翅大鸟 从红色巨蟒之中 一阵而出 双翅一盏的飞至半空 而后 闪电般的一个俯冲 捉向了红色巨蟒的头颅 一时间 二者间连变化各种形态的怪兽 光幕之中金红两色亮芒 此起彼伏 竟厮杀得不亦乐火 这些怪兽举手投足间的威能 一定程度上 便代表了操纵者的精神力大小 而只要有源源不断的精神力注入 便能不断地维持彼斗 而在彼斗中 一旦被击中 便意味着受伤一方的精神力 大幅度的耗损 然而到目前为止 脚斩双峰互有击中 却并没有一方呈现疲软之态 柳铭和今天刺二者 仍旧是不分上限的焦灼状态 如此又过了半斩茶的功夫后 突然咔嚓一声 从光幕中传来 但见一边金色的巨熊 张开巨口 一口咬下了柳铭的精神力 焕化而成的赤色巨狼的脖颈 潘西坐在擂台一侧的柳铭 眉头微微一皱 宫墓中红芒一闪下 赤色巨狼当即化为一道流光 往身后一个跳窜 红光在一个闪烁下 赤色巨狼脖颈处的山口 便恢复了原状 不过身上的赤芒 终于再次现出了一丝变化 赫然比起初之时 黯淡了不少 这今天子的精神力 竟如此强大 柳铭双眉紧锁 心念急软起来 他的精神力此刻已经消耗了大半了 可幻境中的今天次的精神力 损幻化出的金色巨型 仍旧勇猛如初 竟竟然击败了其幻化而出的十几种灵兽 对方神识之强大 果然远超其想象 怪不得这么自信的 要求斗灵比试 看来他不动用化石虫是不行了 柳铭心中一横的想到 当即分出一小股精神力触碰到了怀中的化石虫 化石虫微微一插后 顿时一股精神力从其身躯狂勇而出 并飞快地没入其身躯中 然后注入到了其神石海中 柳铭精神一阵之下 单手一掐绝 光目幻境之中的赤色巨狼身上 鸿芒突然一亮 体型瞬间 长大了不少 咦 今天刺剑词 不禁发出了一声轻疑 一声嘀吼 赤红巨狼猛然一冲 将金色巨熊扑到了地上 并闪电般的一摇头颅 就将金色巨熊喉咙 硬生生地撕裂而开 今天刺剑词 眉头一皱 单手猛然一拍身前的圆盘 扑的一声 金色巨熊的躯体 突然化为一股金色火焰的熊熊烧起 在左右一分后 就从中走出了一名金甲天兵 感谢收听摩天记